在上個週末 毛利叔叔的手機收到了一則奇怪的訊息 裡面只有一張新聞畫面截圖 內容是某位主日代表的不當發言 叔叔看完以後 親呼一聲 這是阿強阿姨妙 還沒等到我用麻醉槍就暈了過去 但是 我眉頭一皺 發現案情並不單純 沒錯 我就是高中性偵探 功臣BC 身體雖然沒變小 但是頭腦一樣棒 根據我的推理 首先 星空畫面字母用的通常是黑體 為什麼這張截圖裡的字母用的卻是名體 而且甚至是細名體呢 我爸在夏威夷的時候教過我 細的名體通常會用在內文 一個新聞台 應該不會用細名體當跑馬字母才對 光憑這一點就能判斷 這張畫面截圖 一定有什麼問題 大概是有心人士編造而成的 而問題的關鍵 就出在他所使用的字形上 這是什麼字形呢 原本我以為這套字形是形式名體 但很快我就發現 原來差點就中了嫌犯的圈套 仔細看了這一行字之後 就好像覺得哪裡不太對勁似的 為什麼某幾個字看起來怪怪的呢 最奇怪的是板和死兩個字裡的這個筆畫 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了撇筆 一般來說 在傳統印刷體寫法裡 這裡是會寫成一橫的 啊 該不會是 我記得阿力博士曾經跟我說過 中國有一種叫做 GP18030的字形標準 所謂GP18030是中國的字形標準 不只規範了簡體字形 也規範了繁體字的寫法哦 舉例來說 像以這個字左邊的部件 在這個標準裡是寫成同一筆的 還有像骨頭的骨 上半部的折筆是左右顛倒的 所有中國出產的字形 都必須符合這個寫法規範 在GP18030裡 板和死這兩個字 就是那樣寫的 咦 原來其他不符合GP18030規範的字形 也會這樣寫嗎 看來 案情陷入膠著了 不過 這一套字形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 啊 我終於知道答案了 看來 謎題的最後一塊拼圖 終於慢慢浮現了 這一套字形其實不是繁體字形 而是一套叫中藝送體的簡體字形 英文叫做Simpson 很多中文電腦都有內建 重點是 中藝送體正是簡體中文作業系統底下文書軟體預設的系統字形 當然 這張截圖不太可能是用文書軟體改的 一般人電腦裡的預設字形 其實也不會是這一套 那麼究竟 為什麼嫌犯要選擇這樣的字形呢 像一般人 或是像叔叔那種二流偵探 一定會立刻認為這是阿強的陰謀 但我工藤必棄可不會這樣認為 畢竟光憑一套所有電腦都有內建的字形 就做這樣的推論實在很難站得住腳 所以這一次的案件 其實兇手不一定和大家預期的一樣啦 雖然 我們不知道為何嫌犯要用這套字形 但真的沒有想到 字形會在這一次變成案情關鍵呀 證據是需要細微觀察的 真相 其實不只一個 因為真相 永遠只有一個 像格 走 就只有這 somebody 打人物